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YouTube同步有直播 欢迎听众朋友们 在news98YouTube频道留言 询问相关的问题 也欢迎你提供一些意见 在半点过后呢 也开始会介意大家的call in 有相关的问题 欢迎打电话进来 预告call in的专线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呢 是跟季节呢 对谈体育与健康 各位亲爱的观众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9号 我们说体育节 所以我就想说刚好很巧 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谈谈体育与健康 那首先呢 明天是中秋节 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今天会谈 想到这一点呢 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季节 季政季节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 吴政所大使 也是总统府国策顾问 跟台北市政府的市政顾问 我们请季节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今天真的非常 大家早安 今天是久久体育节 对 所以祝大家健康快乐 平安 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健康很重要 平安更重要 对 今天非常高兴 季节可以愿意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体育节提 那个季节呢 算是体育的代言人 而且也是健康的代言人 我们都知道 1960年的罗马奥运 季节就开始去 有去见识一下国际型的 那是一个小女孩 当然19641968 在68就在墨西哥奥运 得到田径的铜牌 我们都知道 田径要拿牌不容易 一点都不错啦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有两块奖牌 第一块就是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 杨床馆杨大哥的这个银牌 十项运动的银牌 然后再来 就是我1968年的 80公尺低蓝的铜牌 铜牌 到目前为止就这两块 田径的这种 对 本来我在去年的 7月23号是那个 冬奥的东京奥运会的 开幕典礼嘛 本来我认为 其实我跟那个 郑总 就是郑树恩 郑总经理 我们在谈 其实我们算算的时候 应该有六块 结果呢 好像只有两块 过性存的那一块 举重 举重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就是那男子的 男酸的那个 羽毛球 对 李洋跟 杨宁配 都对了 杨宁配 对 对 对 我想 因为季节一直是 我们的偶像 可以这么说 那过去呢 他比较专注都是在奥运 国际赛事 那种顶尖的竞技型的一些 成就 那个竞技运动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 季节在 有希望基金会 在推广建策 我也是都参加建策活动 我们元旦建策呢 现在变成 大家有什么能想 我们明年大概就20周年 20周年 对 我想问说 这两种运动 那个季节从以前 那种竞技 最顶尖的运动 到现在是推广 全民的健康的那种建策 或者其他的 以前刚回来推慢跑 对 后来推建 那个路跑 路跑 全民健康运动 我想请问一下基姐 你觉得 这个各有什么样的付出 跟收获 应该不太一样 没有 当然了 那个竞技运动的话 你就是为了 真名次嘛 对 然后呢 这个 为了全民的健康 而我在推那个建策 其实我本来是推那个 路跑 对 对 路跑 因为我在1977年 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全民的运动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 在美国 这个路跑运动就很 流行 对很流行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推路跑 然后再加上cross country 就越远赛 对 后来 后来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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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应该是 2002年吧 那时候是 现在是卫福部啦 那个时候是 国民健康署 国健署 国健署 他就来找我 找我的时候就说 是不是 要我去推那个建策 嗯 我说好啊 只要对全民的健康有 有好处的 嗯 那我就愿意参与了 所以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就推建策 因为元旦建策 我们是2003还是什么时候开始 2002 我有点忘了 第一次的 从那个首页 12月31号晚上开始走 对对对 走到中正经典堂那边 中正经典堂 走到元旦的清晨 对对对 我那时候我第一次 我说我跟季节节缘也是在那里 我那天晚上半夜 我一直很认真 能知道一圈又一圈 让我一圈就贴一个贴子 对对对对 我贴的满胸的贴很得意 那季节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你还不认识我 他只是觉得 这小伙子 好像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节缘这20年来 那季节在运动方面的 后来是推全民健康 对全民健康 那种全民健康 我觉得也很棒 因为现在大家对运动 越来越有多的概念 对对 所以现在不管是路跑 路跑其实也很普遍 对对对 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就没跑 要不然我们每年也非常多场的路跑 对对对 那健康更是全民运动 对 所以现在到处我们都说 哎你方便的话 你就去走一走路 当做健运动的入门客 对对 他有非常多的好处 那我个人是这样的 我常常说运动很多人 不管刚刚讲的竞技型运动 全民运动 或者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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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运动 什么都是运动 就是掌握控制你的动 就要运动 你掌握控制你的手 你的脚 甚至你的呼吸 那都是一种运动 哎 其实简里 简里市长 你知道吗 我们每年的元旦见走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你的代操 对啊 真的很棒 因为明年是我们元旦见走的 第20周年嘛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来参与 因为我们又回来了 因为算是今年的元旦嘛 我们是在那个花博的 就是海拔晚的 这个后面嘛 这个后 结果我们 我们明年的元旦见走 又回到花博的 对 会把舞台移到那个 那个元旦见走 就看得到那里了 非常方便 不过记住 每年我们元旦见走呢 名额有固定 都是秒杀 因为我们的今年名非常的好 但是没关系 你没有报上 没关系 你还是欢迎你来参加 所以真的是 那天早上很热闹 每年的第一天 我觉得就去走走路 断健康 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讲说每年的元旦的那一天 要把那个健康送给自己 对 对 那个台湾 另外我想请问 记姐 台湾在竞技运动方面 拿金牌 鼓舞 当然很好 说台湾之光 以前 记姐您是台湾之光 现在台湾之光非常多 包括戴之银 刚刚讲杨林佩 很多这种 跆拳道 郭幸存 非常多 这些能够在 顶级的那些 竞技运动里面拿到牌 都是台湾之光 那哪些是可以发挥 可以努力的 因为的确刚讲 我们每年都有一些牌 但是毕竟不是很多 那比较 那个田径的啦 这个部分又比较少 那您觉得这个 在比如说像人才的挖掘 这个人才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这个天赋 有时候苦练练不出来的 那或者只有 找到人才以后 怎么样精准训练 啊场地 这些年里没有 大概一个怎么样 国家 在哪一方面 可以努力的地方 其实现在的 像那个郭幸存的 那个女子的 的举重啦 其实男子的举重也不错啦 对 那再来就是跆拳道 一向就是我们的强项 对 对 然后再来 对田径来讲的话 嗯 除非你真的很有天分 否则的话 你要进入那个 呃 奥运的田径场 要进入的时候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其实到目前呢 我们在奥运里面 只有两块奖牌 一块就是1960年的 呃 洋传馆洋大哥啊 他在 呃 罗马奥运会的时候 他是拿到银牌嘛 对 很可惜哦 我跟你讲 我记得我 我在现场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 呃 因为美国的观众很多很多 所以你就可以听到很多美国的观众就在讲 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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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呃 意大利的水兵啦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讲说 哎 当我讲 那个 CK的时候 你们就要讲加油 所以我就把它煮起来哦 煮起来 可是我是觉得洋传馆应该听不到 因为我们算是坐得很 很后面 对对对对 感应得到啦 应该感应得到 但是但是但是无论如何 起码有一群那个水兵 他在替洋传馆加油 我就讲CK 我说你们就要讲加油 那讲中文的加油 对讲中文的加油 对 加油 基本上这个竞技有时候这个国家发现说投很多钱进去怎么样去培育这顶尖的 这个有一定的一个政策 我们希望说体育署在这方面可以多花点心思 看什么来做 我们那个体育署就在那个我们左营的训练中心 就特别对我们这些这些有机会的得奖牌在奥运得奖牌的 或是各种国际的比赛得奖牌的那个选手 有潜力的都有 对对对 他们就会在那边集中训练 那所有的资助 然后他们还有零用金 也真是很不简单 另外我在想说 这个机会跟大家推一下徒步环导 因为我参加了第一次我们季节那个希望基金会办的徒步环导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次走完一般人不太容易 因为一方面体力的问题一方面时间的问题 很多的事情不可能说 请两个月的假然后统统不做事去走路 所以用分段的还不错 对对对 所以2016年那时候走的一次的徒步环导 用46站 我知道现在是part 2 对现在是part 2 没有错 所以我一直 就是从晚南开始跑我们从我们今年的10月10号就要走走回走回那个13行博物馆 13行 对对对对 终点站在那里 其实我趁这个机会呼吁大家 其实你想想我们用脚步一步一脚印把台湾这样走遍了我觉得很棒 那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刚讲你真的不可能知道怎么走 但是如果我们规律我定期以后呢经常举办 然后我哪一站没走漏掉以后我下次找到机会有时间我就来补走这一段 然后感觉上我也许花两年三年甚至四年都没关系 在我有生之年我用脚步把台湾绕一圈我觉得你用走路跟开车完全感觉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因为开车咻这样就过去的嘛 然后你慢慢走的时候你就慢慢你真的可以欣赏到台湾之美 无论是河啊 人有太平洋啊 或是台湾海峡啦 或是巴士海峡 然后我们山有山的美 然后还有海的美 啊真的 我觉得台湾真的很难得耶 有山 又有海 又有洋啊 真的是很棒 对啊像很多外国朋友来 有时候我导演带他们去玩的话 我很喜欢走一条路 就是从台台北有没有 然后可以走布公 然后上阳明山 然后走巴拉卡公路 到北海岸 然后到东北角 这样绕一圈回来 你看哦 大概我们台湾说 尤其是台北啦 我比较熟 很棒的就是你从30分钟一个钟头 可以上山可以下海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城市说 其实你有办法可以山海 杰尼市长 其实不仅是您这么说 其实住在台湾的外国人也这么说 对啊 所以我很高兴就是 住在台湾的外国人 对于我们推销台湾啦 他们是很重要的那个人物 对对对对 因为外国人他跟他的自己本国 对对对 介绍的时候那个税务率更好 对对对 所以没错啦 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 返岛去见走 不然的话有机会上山上山 像现在中秋节大家都塞在那个 北宜 或者塞在那个隧道里面 国武 那我是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所以有时候塞车我就比较 不想跟人家去塞 对对对没错 其他的日子 其实都逛一逛 那我刚刚讲 我现在有时候蛮常走 就是走快速公路 然后到瑞芳那边 然后就从东北角上绕绕绕 非常棒 那条路线我觉得很好 那今天说运动跟健康的关系 让我们都知道运动由于健康 这个非常多的学术研究 他是有一个实证医学的 那我在想说季姐以前在运动 现在在推健康 那运动跟健康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不谈理论的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季姐刚才也是个很现身说法的 你这么多年来 在这个运动的方面 然后又带着健康 我也是常常讲说 菅老师看起来还不错 蛮健康的 我也是说 透过规律的运动 然后可以享受到运动的好处 那季姐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平常做的运动 然后你觉得在你的健康上的一个成果也好 你的心得也好 其实我跟讲 我个人竟然从2022年 2002年开始就在推 每日一万步 健康有保固 当然 健康呢 谈到健康 我在去年的7月5号 我跟我的邻居 有个邻居 他是住在宜蘭的罗东 然后呢 我们两个人就走 走到关渡桥的下面 然后我们就转回来 我们已经快到我的公寓了 我的公寓 结果忽然间就被一群黑护斧头疯 黑护斧头疯 就 可是呢 他很厉害 跟我一起走的 我的邻居 他就把头 滴下去 可是我还在那边挥 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说 你 我打开 晚上 对 我还在那边挥 结果你知道吗 我那天晚上 我那天晚上 我的头 我的头被钉了十个包 哎呦 然后我的伸手 我痛得要命 我非常的痛 结果差不多 再去洗 差不多第二天早上 差不多四点钟的时候 我的小女儿 张家明 他就来陪我 然后第二天他也陪我 第三天的晚上 我说你回去 你回去 我第三天 我就比较 比较好一点 后来我听说你知道吗 我听到呢 有一个 新北市政府的捕风达人 一来 他说 他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人 他 被 只是被一只风 钉 钉一包 他就晚上跑 跑到差不多150公尺 的戏体 哎呦 对因为那个 虎头风那个 我告诉你 哎 我还 头上被钉十个包 然后我这边被钉了很多 我那天晚上 我第一天晚上跟第二天晚上 非常的痛 不算疼 你应该赶快去打 那个抗过敏的 我有啊 我就到我 那个我家的对面 就是那个在主委那边的 这个淡水马街 在那边 在那边 OK 我到那边去 他什么 他还跟我打破伤风之外呢 他还给我打了那个 止痛的 止痛哦 一只在这边 破伤风叠颊了 然后呢 止痛的 打了三针 我还是痛 不然已经不错了 你至少没有过敏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那个过敏风暴 很多人崩 真的只是一个 一包 可能就有可能致命的危险了 所以在这里也告诉各位 你在三林间走动的时候 有人说 不要穿得太鲜艳 第一个 第二个呢 碰到风起来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跑 不要扰动那个气流 扰动气流 它会更凶猛 所以你赶快静下来 让气流静下来以后 他在这边盘旋一段时间以后 他可能就飞走了 我不知道啦 你知道 你知道我还用那个手去飞他 然后我的头也被 钉了十个包 也表示说 您平常有在运动 您这个 这个调试能力比较好 所以我常常讲说 我们人体有五个力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免疫力 我们都知道 细菌病毒 我们把它防在外面 像国防一样 这个免疫力 有时候免疫力不够的话 细菌病毒已经进来了的话 我们有个调试力 要当你被风钉了以后 你就产生过敏的情形 我可以调试的很好 那调试不好的时候 我已经染病了的话 我们希望有治愈力 自动愈合的能力 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 有阳神基金会 他一直在推治愈力运动 希望每个人 你给自己时间 给自己机会 他可以把你调试 恢复治愈力 第四个是我们讲的 就是修复力或者康复力 就是说我已经有这个病了 我怎么样的让他尽量康复 像最近的COVID-19 有人确诊了以后 不是会有这种 Long COVID吗 就是新冠的症候群之类的 这些呢都希望 你有比较健康的时候 你可以 护原力会比较好 可以恢复的比较好 最后就是一个带长力 你真的没办法恢复 像我们做复健也是一样 复健能够 复健的部分 尽量复健 真的不行 我们用带长的 带长就有一些辅具啊 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所以这五力 你如果健康 就应该有可以保有这五大力 那最好就能够得到健康 如果运动呢 也是其中一种很重要 所以要鼓励大家 像今天体育节很棒哦 今天那个早上运动中心 都是免费的 那个去游泳池 我最近退休以后 比较有时间去 去京州去运动中心 京北市可能也有了 我想各线是体育节 配合体育节 这个推广运动 所以各位如果方便的话 到运动中心去看一看 反正不用钱嘛 去体验一下 说不定你会喜欢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再回来 再接大家的call in 欢迎大家呢 有一些问题要问季节的 或者要一些询问的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call in的专件是 0283693398 谢谢 今天要不要带这个 接call in的话要 接call in 哦 刚有中段啊 呃前面没有声音啊 对对线路关系 前面没有声音啊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 記者 記者 76年在加州 Roma Linda 見面 快半世紀了 P 看得到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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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a Linda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民運OnCall節目 我是簡文仁 物理治療師 今天跟我們對談的是記證 記解 接下來我們開始接聽眾朋友的Call in電話 我們Call in的號碼是 028369 3398 028369 3398 在網路上有一個 Philip Law 他說 記者 76年在加州 Roma Linda Roma Linda Roma Linda 他是一個醫學中心 見面 不覺得快半個世紀了 還是如此健全 其實我很健康耶 Philip 你好 所以很棒喔 我說記者是運動的代言人 也是健康的代言人 我都想跟記者學 我很佩服耶 那個上次徒步環島的時候 非常熱的熱天 走在那個東海岸 記得還陪著我們全程走 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 非常佩服 我想說 像我現在去運動中心喔 常常有很多老先生有沒有 也一樣去運動中心 然後就說喔 簡老師你好厲害喔 我說不不不 我要跟各位學 為什麼 因為去運動中心有很多八九十歲的耶 我說 我如果假設再過二十年後 到了您這個年紀 我還能夠由您現在的狀況 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了 你看他八十八八十九 都還一樣都可以在健身房 在做運動 我覺得那個非常的棒 爬山也是一樣喔 所以很多人去爬山 我那個 我還碰過一個九十六歲的 還去爬山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要追學 要效法的對象 首先請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請說 簡老師 還有我們的紀董事長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林彥良 喔 彥良你好 你好 今天邀請到這個重磅級的來賓 剛好又是中秋節的前戲 所以我就打電話 進來請教兩位兩個問題 好 請說 第一個問題是請教這個簡老師 我父親今年六十二歲 然後最近呢就是這個 建古附近 好像有一點緊緊的 嗯 要往前彎 或彎不下去 你站在地 站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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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當然他在急性期很不舒服的時候 我請他先去用藥然後看醫生 對 我的問題就是說 這種急性的東西 處理後 好了之後 我們以前生活當中 應該有什麼工作 要來做 讓他這種事情 聽我們來發生 好 第二個問題是請教我們的來賓 就是紀董事長 因為我有看您在網路上的一些資料 嗯 我發現說您也是這個 瘦身減重的達人 對 然後有一個問題想要跟您請教就是說 在我們早期呢 我們台灣的運動選手裡面 他們如果退休之後 有一些人 不是全部都是說 我以前有運動選手 我已經長那麼久了 我吃老退休之後 減重一些 甚至不要在家 他們敢讓路差 因為我自國以來 累積的擴大也有夠 嗯 那很多人在家 這樣 身體就來出問題 嗯 也有一些萬聖杯 要請教我們的來賓 我們喔 你是怎麼看這件事 以上給你請教 我去法庄酒店 OK 很好 我先回答這個 健骨比較緊的問題啊 不要說 令尊60號歲 其實現在很多人呢 坐在那邊 坐一坐以後 一站起來都站不直啦 一定彎著腰 先走走路 所以我開玩笑 那叫圓人症候群 哈哈哈 基本上我會鼓勵 坐在那邊就 其實就養成一個 腰椎 捧著哪一個 就是有時候呢 然後挺一點 然後有時候 縮腹拱背 我常用這個名詞 各位比較好記 縮腹 就是肚子縮進去 拱背 把背拱起來 然後再挺起來 像深男腰一樣挺起來 縮腹拱背 這是一個動作 另外一個動作呢 像間椎呢 我們是腰椎下有一個間椎 間椎兩旁有一個 我們叫做健卡關節 健卡關節 通常是女性的問題比較多 女性生產的關係 但是男生男性也會有 所以我鼓勵大家做一個動作 就是大字型 躺著的時候兩隻腳打開 叫大字型 一隻腳呢 就要往這邊跨過來 跨過來慢慢慢慢跨過來 那個會伸展到健卡關節 然後回來以後 換另外一隻腳 翻過去 看你哪一邊問題比較大 你右邊問題比較大 你就用右腳跨到左腳過去 那如果左邊問題比較大 就左腳跨過來 多做這一邊 當然兩邊健康兩邊都可以做 只是說你哪一邊 你可以多加強一下 用這個大字跨越過來 這個運動呢 可以參考一下 多平常多這樣動一動 肌肉比較有力 關節比較靈活 就比較不容易痠痛了 那至於第二個 那個運動選手 後來都不太運動 季姐您怎麼看 其實齁 那個 林先生你好 那個 我今年是3月15號 是滿78歲 對滿78歲 可是呢 我覺得很可惜啦 有很多的運動選手 確確實是這樣子 他後來就 慢慢的就胖了 胖的時候你的 你要參與運動的 那種 動機跟能力就變得比較差 就會比較 越來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我是覺得很重要 我曾經胖到多少 78公斤耶 後來我開始運動 然後減肥 後來我就瘦瘦瘦瘦瘦到58公斤 唉唷 瘦瘦瘦瘦到20 對 不容易 結果 後來我媽媽又發回來了 我今天量體重 是63.4公斤 那很好 非常非常的好 太標準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 所有的曾经是运动员的选手呢 老师讲你一定要继续运动 为了自己本身的健康 一定要继续运动 OK我想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我们的竞技运动员 因为他很苦练苦练 因为挑战极限 所以他有时候都会 那个很超额的训练 那超额的训练 有时候会影响到运动的生命 所以我再想请问一个问题 问你继续 这些运动员 如何可以延长一些 至少一些的 延长一些他们的运动生命 像我现在喜欢看职棒 我们做很多那个职棒的选手 你看他比如到了40岁 大概也说不太容易的 就可能比较差 但有些人到40岁 还可以打拳力打 40岁还可以很好的投手 类似这样 所以如何降低运动伤害 下次有机会我们来谈一下运动伤害 怎么样的降低运动伤害 然后延长运动的生命 其实我个人就是因为受运动伤害之害 所以我其实我在 我在1970年的时候 我就退休了 很可惜啊 对很可惜 我是觉得说 我个人觉得说 像1972年 应该是我最好的那年 结果我那年 我到那个慕尼黑的 德国的慕尼黑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我是去做掌齐光 对啊 真的很可惜啦 对 因为我在1970年的时候 在慕尼黑啊 就破了好几个世界的记录 像100公尺快篮啊 还有200公尺 我这是无心插流流成荫啦 是临时被找去的 然后我就跑 就破记录了 就破世界记录 对 结果 其实我1972年 我个人觉得说 我应该是最好的那一年 结果没有想到呢 我是去掌齐的 我去当掌齐官啦 觉得 的确有点可惜啦 因为季节那一阵是黄金时候 经常不止奥运啦 就很多市警赛啦 市运会啦 一直破记录破记录破记录 那是不是很好 只是没有错 这也是因为运动伤害的关系 所以提早退出 对 所以有点可惜 不过我觉得您不错啦 您回到台湾以后 在台湾的这个社会 刚讲健康运动呢 社会的一个公益形象呢 都有很好的一个发挥 是是是是 好理 我们那个Coin的钻线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那当然 这个今天的这个 体育节我们谈运动跟健康 运动对疾病的预防非常的好 这个已经 这不是大家的只有大家亲身体验而已 其实有很多非常多的研究 比如像对癌症对慢性病 像很多糖尿病也是一样 我前两天演讲的时候才有一个听众朋友跑来跟我分享 那他说 他家人本来有糖尿病 那个那个 那个我们说说糖化血色素都高到七点多 然后医生要跟他说要打针要什么 他一直很担心 所以他后来就开始去运动 包括走路 然后过了两三个月以后 那个糖化血色素降到五点多 医生都很好奇 因为他说哪有可能这样子 你会验错了 然后他不相信 那过一段时间再验还是低 所以他说真的从运动可以让你的糖尿病可以控制的好一些 没有错 高血压糖尿病 刚刚讲慢性病嘛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 尿酸 或者是癌症 癌症也是一样 有非常多癌症 现在那个癌症基金会也有公布他的一个指引嘛 包括乳癌 那个是有 很强烈的相关 你如果多运动的话乳癌的降低风景会非常的低之类的 那有一些像大肠癌 他们叫做中度的相关 有一些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相关 但是我一直强调 健康是整体的 当你很健康的时候 你刚讲你的那个免疫力 你的适应力 你的代偿力 康复力 治愈力都会比较好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 除了今天谈的运动以外 还包括饮食啊 包括舒压心情 睡眠 作息等等的这些都有帮助啊 所以希望 希望这个所有的社会的人呢 都能够健康一些 健康 不只你自己好 你的家庭好 社会也好 对 那另外呢 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回一下好了 那个 这边写说 健康的问题 用三型扩胸 有没有帮忙 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三型扩胸 握了拳头又比三 然后扩胸 这个动作是比较偏 上半身的 扩胸运动嘛 那强化背肌 然后强化握力 强化臂力 这比较偏上半身的作用 那当然刚刚你在做这动作都挺拔 对健康也是有一些帮忙 但健康刚刚刚用缩护拱背 或者大肆跨越 或者做骨盆运动 有时候做一些骨盆运动 其实也有帮助 就是你站好一个半蹲 然后骨盆左边 右边 绕圈圈 或者打八字形 那前倾后倾 让你的骨盆 能够灵动一点 其实我的经验是 刚刚讲运动的意思 掌握控制你的动作叫运动 所以呢你只要神经正常的话 你可以想要说我要动哪里 要怎么动 朝哪个方向动 你可以慢慢去感受它 当你在动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肌肉的收缩 关节的伸展 然后呢透过这样子 让你关节越来越灵活 肌肉越来越有力 那当然就很好了 好 我们一样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接大家的call in call in的专件是 02-8369-3398 谢谢 我们打开 靠近了 2个小匙 后来就需要 3个小匙 2个小匙 7个小匙 4分5倍 2个小匙 4个小匙 1个小匙 5个小匙 2个小匙 4个小匙 3个小匙 電源關架重開 一樣 就過了 電源關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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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明运oncall节目 我是简文仁物理治疗师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无证所大使 记证记姐 接下来继续听 听听听众朋友的call in电话 call in的号码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刚刚也有人在问说 运动员 因为有时候训练时间很长 所以有可能都是运动过度 那有些人是造成运动伤害 或者不一定是运动员 我也蛮常被问到说 那个我运动以后运动拉伤了 运动伤害了 那那个医生叫我说 不能够运动 不能运动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恢复运动 那这个状况的话 我基本上我说运动刚讲运动 不要想到运动就是啊去跑啊去跳啊 那个运动 掌握控制你的动都叫运动 所以学时学历都可以做运动 你受伤了的时候 你没有伤的那个部位 还是可以运动 这第一个 就算受伤的部位 你那个伤的那个部位 只要不拉动到你的伤口 拉动到你的伤的部位 你还是一样可以温和的来做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恢复 问题是那个量怎么去拿捏 所以这个是比较个别话 总之一句话 运动员如果以前过度运动 现在已经退休了 或者说你已经下来了 你的运动量呢 你不要 当然不要跟运动的 运动选手的时候的那个量来比 当然你现在就要先减量 然后减量以后 你慢慢再增加 看看你的能力到哪里 你要透过这样子的增加 来测试你的能力 让你能力范围之内 慢慢动 慢慢动 不会受伤 又可以慢慢提升你的能力 我们请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好 简律师好 你好 我告诉你 要请教一下 因为我三十三年住的 我的阿嬷已经疼了几个月了 晚上睡也很疼 她睡也会疼 但是没痠 都不疼 请问这有什么办法 很服务 OK 林先生 你三三年四跟季节一样 对对对 我们数好的对不对 谢谢 好 你好 有先去看医生吗 没有 我以前说没有红也没有症 没有 你这个问题 我们说的红症 那是有细菌感染 比较明显的发炎 但是你的眼睛会疼 有可能比较沉的部位 比较像 脊椎骨 颈椎 或是神经 或是韧带 所以我感觉像空中 我比较容易跟你说 你是什么问题 你先去医生管 先去医生管 先去医生管 应当做检查 也做检查 去电工 甚至做核磁动 那个 核磁 放 那个 放射 谢谢 就是先检查 后 可能 什么问题 很多问题 才来解冠 我是建议你去 不要拖 我现在要看什么 你骨抗 身形抗 健康 我感觉都可以 对 对 你的头部 其实都可以 先去看 不要拖 因为我疼很久 摸也不疼 就是晚上睡 在哪里 转头 都疼很久 都不好 先去看 好吗 好 先去看 好 谢谢 谢谢 游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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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你好 记政小姐 你好 你好 游先生好 我年纪是比你更大 但是我没有电了你運动 我以前的电了 看你比赛 洋船广 你跑200公尺 就是非常的好 我知道 嗯 我现在就是说 我看有机会嘛 我们 我们就是在大道城 码头 那个运动场的运动 嗯 我们 我们在运动 都是 球人六七十多 七十多 嗯 就是在丢火盘 嗯 嗯 嗯 我是说 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来指教一下吗 哦 当然可以啊 非常欢迎 你住在大道城 嗯 我有一个朋友 他住在十年洞 十年洞 对 十年洞 联总监 对 联总监 对 然后呢 他下一份 大道城 他都会做一个大道城的导览 带人去 大道城 可能会去走 那个游先生 游大哥 我知道你不错哦 丢火盘 不容易哦 因为有了年纪以后丢火盘 要严守協调要很好 手腕的控制力要很好 我已经八十几岁了 我是说我们都土法练工 大部分到我们那里的运动 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我是说 我们这一会儿 看你能够计较 不敢不敢 计较说我们就做一种运动 好啊好啊 我能有机会 当然很欢迎 我相信 走路最好 走路最好 世界上最完美的运动 就是走路运动 有机会 可以邀请你们两位吧 好啊 我跟你说 游先生 你带回来电话留给我们的那个电台 你不用在这里公布 留给电台的话 那有机会 我相信季姐跟我一样 我们都非常乐意推广健康 推广运动 我跟你讲 我们的运动实在是六点到八点 就是下午四点到天黑 那个时间 你才有机会来 好 我可以 拜见你一下 好 OK 没问题 你把电话留给我们那个电台那边 我在这里顺便补充一下好了 那个很多人说到底哪些运动好 哪些运动不好 我说用三大原则 因为运动很个人化 所以第一个 是不是适合你 因为有些运动适合你 有些运动不适合你 第二个呢 是不是满足你 就你要的 我要关节灵活 我要肌肉有力 我要心肺有氧 我要平衡 我要什么 你要的 这个运动能不能满足你 第三个更重要 就是 期待他又不受伤害 因为如果因为运动造成运动伤害 那我觉得就不好了嘛 所以 这三个原则 掌握好以后 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运动的好处 好 接下来很巧 又一个林先生 我们今天 体育节都先生 扣进来的 三位林先生 第三位林先生 你好 请说 又是我 我是林 店良 我要请教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在提供的这个建筑 他有说 你拼速度的 还是说 只要你可以走 不管你是 发自行器 还是萨文医 只要你再玩意走 你都可以注意走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好 ok 第二个问题是说 要请教我们的 紀董事长 就是说 因为您是运动员出生嘛 所以您对运动 有比较多的毅力 如果对一般人来说 当我的体重变得越来越重 我的肌肉变得越来越少 我就越来越不想动 我想要藉由这个 我们季正季老师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的机会 你是不是可以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说 你是什么样的毅力 像说 我的身体可能变得比以前 稍微重一点点 可是我还是突破那个障碍 还是选择站起来 走出去运动 这个我想对大家来说 很重要 你要怎么跨越 心灵的那个 不想走出去的那个坎 以上跟您请教 我的先生收听 谢谢 ok 谢谢啊 我首先回答 刚记者说了 WGO认为 健走是最好 最方便 最简单 最安全的运动 那晏朗 你刚刚提到说 速度要不要快 告诉各位 因为是最自由的运动 你可以走快 你可以走慢 你可以走大步一点 你可以走小步一点 甚至你呢 你的步力要怎么走 你可以边走 还手 还可以边做运动 所以我常讲 健走 我们叫如意超 如意超 就如你的意 你不一定那个频率 速度 步距 步伏 反正你都可以自己调整 所以我讲说 散步走 散步 然后大步走 快步走 慢步走 还是说那个慢是慢化的慢 你就慢无目标的让走 都可以 就这一句话 当然刚刚讲的 是不是满足你 就要再配合一下 因为我如果只是散步 可能要强化我的心扉功能 大概没办法满足 或者我呢 我希望能够 那个步啊 宽宽点能够灵活一点 那我如果说小小步 就没办法满足我 所以我这个状况 我可能要跨大步一点 每一步都多跨五公分 十公分 这样来讲 那季姐 刚刚他又问你说 你怎么样的 有这个动机啊 没有 其实啊 林先生啊 如果要走路的话 如果任何一个人 他要把那个走路 当做是他的健康的运动的话 第一个 你的走 你就一定要有一点喘 有一点喘 还有呢 要有一点流汗 要有一点流汗 这样的话 表示 你走的这个 呃 步度啦 是 是正确的 就是你有一点 有一点喘 然后有一点流汗 这样的话 然后再来呢 就是 杰女士长 选择你问什么 哦 他说怎么样激发 你走出去的动机 因为人总是有惰性 觉得很懒啊 不但想出去 啊 每次走出去 运动也很辛苦 对 这个 我再回答一下好了 我现在因为我胜利其境 我现在每天早上五点五十分 在自首山的护心园 会去散步 想到一群朋友 当然就基你走出去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解温人物理治疗师 我们的姐姐 谢谢 张董啊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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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